前妻會不會 對 要回來拍嗎 其實說真的我不知道 對啊 真的不太清楚 如果前妻回來我應該會生氣 我的 我的 我不是錢姐 我是你 我是你抖音上的女朋友 對啊 前妻會不會回來台灣 其實說真的我不知道 對啊 真的不太清楚 如果前妻回來我應該會生氣 是我的 對啊 你應該要問他 你問我好像沒有錢 我會祝福啦 本人會祝福他 本人會祝福他 你們要欺負他的時候 我就還是會跳出來 我們這個節目這麼成功 不也就是 大家的討論度這麼高 所以我也要去接受 跟包容這一切 對 那只是說 在包容的過程中 我們也是會受傷 我們是熱搜上的情侶 你忘記 對 錢姐我剛才不是說 那邊還有多一張床 可以嗎 這樣你們 等一下你們又會相信我 我們已經熱搜過一次了 沒關係 反正我們有經驗了 自從情人節過後 我成為她的女朋友之後 就是我第一次 來突擊她 好可怕喔 你說她嗎 是不是錢姐很可怕 是不是現在很可怕 這個 我沒有穿褲子耶 這個 沒有穿 沒有穿褲子嗎 我有看到 你應該要問他 你問我 我會祝福啦 個人會祝福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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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們要欺負她的時候 我就還是會跳出來 到了全民心中會 真的是 也算是我選手 算菜選手歸雅裡面 很糟的一段那個狀態 錢姐跟全民心中 給我很大的力量 然後陪我走過很多時候 還要謝謝小潔 不要說她跟我向我學習 我也在她身上也有很多的學習 包含她生活中可能 過程中遇到的一些狀況 我覺得她 把它處理得非常好 而且最重要是 完全沒有影響到我們的節目 對我來說 就是一個很好的學習 我們在旁邊就是一個陪伴者 陪伴是最深情的告白 愛妳們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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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真的謝謝妳們 謝謝 妳看 過以前的小男生 沒有辦法嗎 對阿 對阿 不錯 所以 所以前妻 回到回來才忘記嗎 其實說真的我不知道 沒有 真的太清楚 如果前妻回來 我應該會生氣 是我的 對阿 對啊 他應該會生氣 不能對阿 現在應該會生氣 好 好 所以